大家好 我是哈爸 等一下30分鐘你們會叫我是嗎 要記得叫 要不然會講到晚上 要有QA 要留QA時間 反正你就叫我就對了 然後那個 我是LARS的哈爸 那我問一下 不知道LARS的舉手 好 那 好 那 今天這個主題主要有兩段 一段呢就是LARS怎麼建水社群 那另外一段呢是公司協力經驗談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比較想聽公司協力的舉手 比較想聽 我們再舉一下 比較想聽公司協力的舉手 好 那比較想聽LARS怎麼建水社群的舉手 靠牙 那就差不多 那我們就還是 我本來想要閃掉 好 那 我是不是有 有那個 對 好 那 PN2.5知道的舉手 都知道嗎 空氣核子知道的舉手 好 那空氣核子在一開始呢 應該就是我搞出來的 那就是我做了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社群去布建 然後搞得很大 然後最後政府就布建 然後最後像現在 你可以在全台灣的中小學 都會有空氣核子 好 可以量PN2.5 你可以用手機的APP或者是網站 去看你家附近的那個 那個PN2.5的數值有多少 好 這個就是空氣核子的專案 現在在全台灣大概約快要1萬點了 因為政府有一個 四年前有一個萬點計畫 好 到現在應該有1萬 將近1萬點 好 那這個空氣核子 可能就是我搞出來的 好 那這個就是 現在在台灣它有開放資料 然後 萬點計畫 好 好 那 在這段時間內呢 空氣核子它並不單純 是我做了一個東西 然後開園出來 然後 很多人開始布建 然後怎麼樣 其實它是社群非常多協力的結果 從一開始做核子 到布建 到後面 視覺化 到後面 呃 什麼什麼什麼 預測 什麼人工智慧 什麼校正 然後搞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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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好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那我們有一個叫LAS的社群 其實這樣就是一個臉書 現在 現在大概七千 七千多個人 好 那它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 它不只是把這些東西建構上去 那實際上 全台灣有在布建這些東西 那最重要是它 我們 更多的人關心空氣 更多人關心空氣品質 那其實 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這兩年來 其實空氣還是比 比我們那個時候來的好 好一些 所以 呃 我覺得LAS的貢獻主要 其實它的 它的重點在於 嗯 其實它的貢獻 比較像是 喚起民眾 對空氣品質的關心 其實這是比較重要 好 那它的 貢獻我覺得是蠻多的 不是說我的貢獻喔 我是說 LAS社群 這麼多夥伴一起來 然後大家做完了這些東西 的貢獻其實很多 好 那 那我今天很多東西都是 只是給你看看圖了 大家隨便都 都不會講那麼多 好 那在 在 這個東西大概是五年前 一開始這樣子 然後經過了一兩年空氣 就已經搞得很厲害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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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種Maker 當然就是要找一些 新題目做嘛 就是 所以 我們希望把 LAS實際上它 不只是那些 功能性 它最重要的是 它建構了一個 產官學研的一個生態體系 好 那 我們就想說 好 那你在空氣有一個 產官學研的生態體系 那我們在水這邊 是不是也複製一套 感覺很好嘛 然後 那所以我們就想要建一個水的 這個生態體系 它一樣是產官學研 然後 這個東西就是在盤點說 欸 產官 就是政府部門裡面有哪些 比方說環保局啊 水利署啊 農委會啊 這種東西 那 學研界的有誰 產業業有誰 然後民眾有誰 這就是 教育夥伴有誰 這其實大概是在盤點 這其實不在盤點 實際上就是說 我們必 我們要建一個這樣的體系 你必須把產官學研的這些人 找出來 然後呢 你去跟他認識 然後 你去跟他交流 然後你想辦法把這些人 都融合在一起 這就是我們社會生態體系的概念 把這些列上去 基本上就是 我們認為在現在這個生態體系 就是 就是這些人是比較 比較關鍵 那 因為我們是一個開放社群 我們說 我們做的是開源專案 所以我們在認為 在我們經營社群裡面呢 我個人認為 開源社群的根本 在開源專案 你沒有開源專案的社群 它是一個浮的 它是一個飄在空中的 很容易散掉的東西 所以 在這種概念裡面呢 雖然有很多開放的專案 以在水這邊 為了這些東西 我們做了一些 比方說開源水盒子 你可以去買到一個水盒子 然後可以去量 自己可以去量 雖然也很困難 但是它基本上是有的 那 在 在視覺化這邊 我們有三核事件部 三核事件部 在去年的 名稱公共無量比賽裡面 它得到的是亞軍 然後 冠軍是從缺的 它這個 就是一個夥伴 這個夥伴做這個專案 領走了一百萬 那 那 它好像是LAS做的 沒有 我只是叫它把LAS的logo貼上去而已 那 反正它是歸在LAS的東西 那 這是三核事件部 那 最近 我們在做的比較像是群眾標記 那 這幾個專案後面都會有一頁 一頁跟大家介紹一下 群眾標記 那 這些就是很多的開源專案 那也是一些開源的社群 這是我們認為的 目前的 水 水社群的體系 好 那 水盒子 那 在網頁裡面 應該說這個投影片 投影片的第一頁 就有一個QR Code 那個QR Code 點進去呢 就會有一個 反正有一個共筆頁 那個共筆頁就會給你更多的投影片 好吧 那每一個投影片裡面 都會有類似像這種Code 有沒有 因為我們做的是開源專案 所以 所有東西 我在這裡面講的東西 它都是開源的 應該 正常 它都會有Source Code 都是有文件 有的東西是有 可以 有買 買得到的 所以你就要特別關心這種 反正有漲QR Code的地方 那 這個是一個水盒子 它已經兩代了 你到這裡 Github 你可以拿到它所有的 怎麼組裝 所有的Source Code 韌體 都有 那 這個是水盒子 那水盒子 它基本上 它就是 擺到水裡面可以量三個東西 一個是溫度 一個是電導度 一個是 PH值 三個東西 那為什麼要做這三個東西 因為這三個東西呢 最便宜 我們做的是 我們做的是公民感測 你要做一個很便宜的東西 讓人家可以自己做 這是我們的 一個scope 所以我們 只要東西會太貴的 我們就不做 因為你太貴人家買不行 買不行 就不會有人做 那跟我們的初衷不一樣 這三個東西 這個你要買 可以在這裡買 Github 就是剛才那一個 好 那我剛才說 只能感測那三個 好像不太夠 實際上它 因為它是開源開放的 所以你是可以改的 你可以自己再買其他的零件來改 因為扣你也有 你自己裝得動 然後自己改扣 那你自己可以把它改成不同的東西 那你就有它不同的功能 那 那這就是一些範例 那我們的環境教育夥伴 好 那這個就是剛才講的三合事件部 那這邊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它值100萬 好 那這些就是 它有一個影片 它有source code 那 它是一個網站 所以你點進去就會去網頁 那它這個比賽的時候 它有一些報告 它有投影片 這個是三合事件部 那 它其實它的概念是 我們的政府 就是有很多開放資料 好 那很多的開放資料 但是呢 你到政府的網站去呢 你就是看水位到某一個站 看什麼到某一個站 然後反正就是 你看完你也不知道你在看什麼 好 那都是給專家看的 那它這個人的觀念不太一樣 它就是說 我很簡單嘛 我是一個民眾 我要看 我就先看一張地圖 我找到我家在哪裡 好 所以一張地圖 然後呢 你去看這個資料的時候 它第一個叫你選日期 你選哪一天 比方說那一天颱風來 這一天淹大水 你在這上面選一個日期 然後 你上面的這個 那我怎麼知道哪一個日期 其實它都有顏色表示 有的 有的比較紅啊 或怎麼樣 那天就是狀況比較差 好 那有一些圈圈的 表示那天有警報 所以你看這些有警報一定都有事 沒警報又沒什麼事 然後這個灰色就是沒下雨 然後這個有些東西它就是 很多顏色那就是雨下了很多 基本上 好 那你選到某一天之後 點下去 我說不是 不是說是地圖嗎 地圖上面它下面 它下面 有每十分鐘一格的 所以呢 你可以知道那一天的某十分鐘 全台灣的 比方說水位狀況啊 或者說雨量狀況啊 或者是 或者是 反正很多啦 它把所有拿得到的開放資料 全部用時間跟地位置 當作一個index 長在這張上面 那 那這邊的話又還有動畫喔 你可以播放 它就可以今天從 今天從 凌晨到今天二十四點 所有東西的變化 你就當場看得到 你可以看到下雨 水庫是怎麼長的 雨量那個水位是怎麼長的 這些都是看得到的 那你可以看到說 光這兩張圖 我講成這樣 你就會發現 所有政府的網站 在做這些東西 完全被比下去了 因為呢 你在政府的網站 你不只很難找 找到呢 你能夠找到一個 歷史資料 你就很偷笑了 人家這個東西 清清楚楚 又很簡單 手機也可以用 這是三合事件部 他扯話題 比方說他這個三合事件部 去比賽的時候 人家比賽 然後評審就會問他說 你的商業模式是什麼 評審最喜歡問你的商業模式是什麼 他說沒有商業模式啊 我這就做公益的 我們就 我們就是LAS 然後 然後就是做來開放的 他的概念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 反正他惹第二名 對 好 那這些是一些設定 然後今天不講 反正你 這個 投影片拿得到 你可以點進去看 那 好 那他有一些 統計 他本身做UI很厲害 所以他這 都是很活的資料 好 那講一個概念就是說 他其實你可以 他可以 某一天 可以得到這個東西 他實際上 就是一直去搜 他就一直 他就是 比方說現在他就去搜資料 好 持續的一直搜資料 把它搜 齊 你可以隨時點歷史的資料 好 那他搜齊了這麼久 比方說剛才看到 快一年或者怎麼樣 他搜齊了這麼久 那 他有做API 好 他的概念是這樣 這個是他的系統架構 就是說 反正他一直去 政府這麼多開放資料 水利署13是什麼意思 水利署有釋出13個開放資料 都被他搜入了 你光看這裡 他都大概搜集了 二三十個開放資料 然後把它匯整在這裡 然後透過 反正就是透過這個API 給那個網頁來看 所以你會看到 你在網頁上看到的任何功能 都可以透過這個API所存取 然後拿到這些資料 也就是說呢 他其實這種 開放講的是一種接力賽 就是說好 我今天做了這個系統 把資料搜集之後呢 我不是要留下來自己用的 我是要釋出來給你可以用 比方說你下一個人 你想要做類似的東西 那你可以自己做一個APP 但是你不用管這些東西 只是透過API去做出來 你做出另外一種效果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 你覺得他東西做得不好 好 其實我剛才給各位的網站 點進去呢 他裡面有一個地方 是source code 反正就是有Github 你可以把它整個東西 再download 你可以把它download下來 然後你自己重新改一改東西 你重新上線 你就是另外一個三合事件部 所以這個東西是開放的精神就是這樣 簡單講開放精神是一種效率 是一種不要浪費 有沒有 我做的東西 你在做那不是浪費你時間 其實也不是浪費你時間 反正 嗯 就這樣嘛 就是你做了東西 那為什麼別人還要再重做一遍 那這是很浪費時間的事情 好啊 這就是這樣 然後你可以看到 後來有水 我們有水盒子嘛 那水盒子把它 也是一種撤蛋 他就把它借進去 好 那你可以看三合事件 他這種概念比較像是說 你可以看呢 就是說我們這種開放的人 我們設計程式跟設計系統 他觀念跟人家不一樣 他只在想說 你怎麼樣真正把事情做對 真正把東西都釋出給別人 你程式不要重做 你資料不要重做 你所有東西都可以重用 然後他把乾乾淨淨的釋出給別人 那意思是什麼 其實 稍微扯遠一點 開放 真的 真心在做開放的人 實際上他想的是怎麼把自己淹掉 就是你自己所有的價值 你都把它釋出去 那你就沒有價值了 那你沒有價值 你就真正 就是 你就真正是很落實開放 那 那這個東西當然 他跟商業是一定抵觸的 商業就是壟斷嘛 你要把東西收起來 你人家 因為一定只有你才拿得到 所以他一定要來拜託你 你才能產生錢嘛 商業基本上就是各式各樣的壟斷 這只是講的比較難聽 但是比較 比較簡單一點 那做開放的人呢 他就是避免壟斷 所以呢 他就是想辦法把自己壟斷的東西 都釋放出來 那他這個釋放出來的過程呢 就造成他自己沒有價值 所以這是非常衝突的事情 好 那 好在他 運氣也很好 人家覺得這個很讚 他就給他一百萬 所以他也沒白做 但實際上 他如果那個比賽什麼都沒有的話 他就真的也什麼都沒有 但是 不過我們做開放的人就是這樣 他不可能是因為那張一百萬去參加這個比賽 去參加這個比賽 好 然後 同一個做早他叫維加 他 後來隔了幾個月呢 他就又發一個訊息給我說 誒我做了一個這個東西 我跟維加合作的情況是蠻特別的 反正呢 我跟他見面到現在見面應該不到十次吧 反正他 他就是 突然哪一天 他就發一個訊息給你說 誒我做了這個 你幫我看一下 他就是 他就在今年 今年 對 今年四月的時候他就給我 誒我做了一個開原群眾標記 他就是說你可以開一個資料集 然後 隨便你想要傳什麼上來 然後傳上來之後你可以去 人工智慧不是都要資料集嗎 然後你都要標記 他就是做一個 大家可以來開資料集 做好標記的東西 那做好的資料集是誰的 他實際上大家都可以下載 所以所有人在這裡 那種標好的資料集 大家都可以下載 是公有的 那這個是開原群眾標記 這在所有的公民團體在做 太多了啦 太多公民團體都是需要照相 GPS 然後有位子傳上來的東西 都可以做 這個也是免費的 好 那這是公民參與多資料集 你不管是開放不開放都可以 你可以上傳標記 然後他還有驗證 就是因為大家不小心 標錯亂標什麼樣 所以他有一個驗證的流程 他會做統計分析地圖報表 然後他最重要他是開放跟匯出 我們那個觀念就是這樣啦 我們不會 就是我做這件事就不是為了自己 那他資料就不會想要留在身上 那他就會知道要給人家釋出 然後呢 這種人做呢 你就會發現別人都不會這樣做 因為他這樣做 絕對是一個笨蛋的做法 那這就是開放的人做事就是這樣 好 那這是其中一些畫面 然後最近前一陣子 我們在跟水利署協力的時候 應該說不是 在很多 很多資料 我們會希望他在地圖上呈現 那在地圖上呈現呢 那在地圖上呈現呢 有一個叫QGIS的 Open Source的Tour 他叫QGIS 那 我們這裡就是 QGIS他很好用 很厲害 又是開放的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太強大了 所以呢 他實際上入門 還有十分鐘 還很多 然後他入門的門檻其實還蠻高的 好 那 我那時候在 因為我自己入門 學了這個東西 我也覺得 還是蠻辛苦的 這個 這個東西有點難 好 那我就想說 那後來我就想說 那 他其實最難的地方在於說 你一開始你想要弄一個這個東西 你有太多背景知識 你需要匯 好 那 那 那你為什麼不 有個範例直接開起來說所有東西都好的 那你這樣就不用自己重新建一個 那你這樣子就 他 他難處就是在你 你 你什麼都沒有你要自己建起來 這個東西難 但是呢 當他建起來之後 你來去修改這個東西簡單 好 所以呢我就在想說 那我們 我們就弄一些範例讓人家開起來就可以 然後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就做了這個 這裡面一個範例專案 它的意思是 它裡面有很多小專案都是都是範例 那其中比較有用的範例呢 比方說 然後 水利署 後來跟水利署協力嘛 水利署 的所有開放資料 我們就把它匯到這裡面去 也就是 你只要是水利署的開放資料 你打開這個專案 它全部都在裡面 你不用去 哪個地方 一個一個找下來 然後一個一個匯入 然後一個做很多的調整 不用 你打開來它就是好的 好 那 那這個是一個過程 它實際上每一個這個綠色的 就是一個小專案 好 那後來又閒的 就是做一個叫地表水資料收集 就是 這個情況是說 我們覺得蠻奇怪的 就是說 我們台灣呢 竟然沒有一個河川的列表 台灣有 中央管河川列表 地方管河川列表 什麼樣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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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 全台灣的河川列表 在我覺得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然後呢 當你去了解的時候 剛開始一直覺得說 這個一定是我不熟嘛 不懂嘛 找不到嘛 一定是我的問題嘛 搞了很久 最後到水利署裡面 就直接在水利署問說 這到底有沒有這種東西 他就跟你說 沒有 我就知道說 這不是我不會 真的是沒有 那但是我覺得 這是不對的 那我們就做了這個東西 那我們再統合 所有全台灣的 這些河川的名稱 其實到後來最難的是 農田水利會的 農田水利會的 駿路的名稱 那因為這個 農田水利會 駿路的名稱 你家隔壁那個 駿路 的名稱 它是一個秘密 好不好 他們不會給你列表 你拿不到這個東西 幾十年都拿不到 很幹吧 對 對 就是很幹 我們就在做這個 現在我們 名稱上大概已經 累進到大概百分之五十了 好 那這是第二個主題 就是 農田水利的公司協力 就是 農田水利做了空氣盒子 然後好像 全台灣布了很多東西 好像我們跟公司協力 搞得很厲害 對不對 沒有 其實它是 本質上它是一種抗爭的活動 就是說你在 抗爭你 你希望有好空氣 然後你想要 迫環保署 改善這件事情 但是結果呢 它是一個很好的公司協力 因為產官學員生態系 什麼都搞得很讚 所以現在大家都說 農田水利的公司協力做得很好 但實際上根本就 在空氣這一段 根本就沒這回事 我們實際上 完全是屬於抗爭 好 這個是架構 我也就不談了 這就是農田水利到 發展完的一個架構 農田水利社群有一些經營性 我還有開過一堂課 是這些經營性 你也有錄影 你可以聽 要怎麼把社群經營成這樣 那這個 這個都是有心法的好不好 我後來把它整理出來 反正 開放就是這樣 我也不 反正就是 我們好不容易做這樣子嘛 對不對 我們就把東西告訴人家 對不對 學不學 那是個人的意願 今天大家都不會講 最近比較有趣的是 水利署的協力 就是說 我們在空氣那邊是抗爭 在水這邊比較不是 在水這邊是因為水利署呢 他們想要做公私協力 那我們就跟水利署已經開了好幾次的會 做了也還滿有成果的 這就是跟水利署的協力的經驗 那我統計下來 公私協力一開始 它其實是有個目標的 目標是什麼 公部門希望呢 是一個有感思政 因為他們覺得說他們做的東西 為什麼民眾都說不好 為什麼幹嘛幹嘛 民眾都怎麼樣 那因為他有 反正他就是 就是有些人想選票嘛 那希望民眾開心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希望的是有感思政 他們認為他們 很努力的做得很好 為什麼人家覺得他不好 那私部門呢 他就是簡單講 我就覺得你不好啊 但是我就只能在旁邊幹掉 好 那我能不能參與 我能不能把我的意見告訴你 我能不能給你 簡單講 私部門希望公部門改變進步 那公部門希望說 欸我做得很讚 所以實際上是 都有求的 他求我們我們也求他們 他這個是一個協力的方式 然後這裡要講的 這裡的私 私指的是民眾 我們以前的公私協力 大部分的私是廠商 這個你慢慢可以去體會 大部分的私是廠商 好 那 這就是流程啦 那今天也不會有那麼多時間 好簡單講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我的體認 然後我們已經跟水利署開過還蠻多次會 我的體認公私協力是什麼 簡單來講就是 持續的開會 每個月開一次 好兩個月開一次 你這一次開完會 你就要有結論 下次就來追蹤 然後下一次再開會 然後再有結論再追蹤 好 那 那你只要有 有開會 有討論 有結論 有解決它 這就是協力 協力的目的是什麼 協力的目的是改變 好 回到目標好了 公部門希望 你私部門認 私的民眾認為 欸 真的 公部門做的比較好 對不對 本來不好 經過這個協力 你覺得他做的比較好 私部門會要怎麼樣 經過了這個協力 公部門真的改變了 好 這就是 兩面要的東西嘛 好 那實際上呢 你如果不持續的開會 持續的去追蹤 持續的把這些改變做出來 改變不可能是 我今天跟你講一句話 你就改變了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你跟我講一個 我就改變了 那這些都太軟了嘛 比較硬的問題 一定是要持續的討論 追蹤 解決問題 造成改變 它才是一個協力的過程 所以依照這個理論 你只要去看 在講公司協力 沒有持續開會 給會議紀錄的 那些都是騙人的 那你去看 我們現在的公司協力 百分之九十都是騙人的 那協力架構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水利署他們每一次去 你看我們照片 每一次去他們就大陣仗 所有的 所有的組會全部都來 我們這邊呢 其實很慘 那是核心也沒有幾個人 反正就硬撐 你想想看一個 一個那麼大的部門 然後你一個社群 社群號稱是七千多個人 叫來的時候 沒幾個人 好不好 然後反正就硬跟他拼 那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說 水利署協力 以水利署的角度 他不會希望跟非常多的民眾協力 你要這麼講 我們 簡單講就是說 去跟公部門協力 其實它的重點在 你必須要代表的是民意 不是代表LARS 不是代表哈爸 不是什麼 你必須要代表的是民意啊 你才能跟公部門討論 可是問題是我們何德何能 我為什麼是民意 LARS 就是說我為什麼可以代表LARS LARS為什麼可以代表民眾 這些都是問題 所以呢 那它其實很重要的是 重點在於 你必須把整件事非常的開放 第一個呢 你所有人都可以來提議題 你可以來提議題 然後進去討論 來開會的時候 是所有人都可以來 這才是一種開放 如果是我決定你能不能來 那那就是我在壟斷了嘛 那如果我決定你能不能提這個議題 那也是我在壟斷了 不管是我還是LARS還是怎麼樣 所以議題是開放的 誰都可以來提 會是開放的 誰都可以來 這才是一個基本 你跟公部門協力的一個基準型 那你這些一開始做出來這種架構 它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 你把這種開放跟這個入我的架構做出來 那這些開放的架構重點在哪裡 它重點在 避免有人壟斷了這件事情 因為我必須幫所有人來 所以我其實能壟斷的空間就比較少嘛 那我必須一定要給會議紀錄 一定要公開怎麼樣 那我能夠在裡面 暗卡的東西就會很少嘛 那當你能夠做到這件事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真正的是公部門跟這些私民眾 但是因為這個私民眾是所有人都可以來的 所以它其實就可以比較代表民眾 那我只剩一分鐘 水利署協力的結果 每一次的會議總是會有一些完成的東西 LARS完成的東西 水利署完成的東西 大家一起完成的東西 這個是協力的成果 我要講的重點是 你有做出改變才是協力 要不然你只是 因為現在太多過水了啦 好 那個就這樣 好 那這就是秀吉的畫面 就有一些畫面 那公司協力的狀態 這怎麼會有東西亂動 好 那個 嗯 好 這個是等於是經過了好幾次開會之後呢 我們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東西 然後其實 它重點在於它跟LARS協力 它還透過LARS跟更多的社群協力 這才是一個就比較 它可以跟更多的部門協力 也就是說 我們的想法是說呢 好 我們的想法是說 你所有的社群 如果你想要跟水利署協力 你只要來這裡提題目 然後我們一起去開會 然後你就可以跟水利署談 那這個只是一個管道 那有點類似LARS在維護這個管道 這就是公司協力的狀態 好 那後面其實是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協力的方式是對的 因為它確實有很多成果 跟方法也是 也是好不容易開發出來 是一個對的東西 那它的關鍵在於 我們會不會希望這件事情 讓更多的公部門都這樣子做 或者說更多的社群 或者更多的私部門都來參與這件事情 好 那應該是要的嘛 如果是一個對的方法 你當然希望 最好所有的公部門都搞這一套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去幹屌它 對不對 那就不用一直在外面幹屌啦 你要就進來會議室 對不對 然後直接 對不對 你在外面 喊每天在那邊社群一直抗爭 你直接進去 它跟你說 欸 你說有道理 我們來做 這樣不就好了 幹嘛搞那麼大圈 那當然是它願意聽你的話 那這大概是這樣 所以它其實是有一些 像以我現在的角度來講呢 它的協力方法是已經確認了 而且這個是有效的 那我現在關鍵的是 我如何把這件事情複製下去 那你如果找到另外一個 比較開放跟水利鼠一樣的 那要不然就是找到一個 比較像LAS這麼奇怪的東西 對不對 那這就是現在的課題 那LAS的Slogan 就是LAS做的東西是大家的 好 就這樣謝謝 好 感謝哈爸的分享 我們還是看一下 線上有沒有人問問題 雖然有點超過時間 那我們也讓下一位的講者 稍微準備一下 那現場會中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想提問的地方嗎 其實哈爸真的是很會 挖坑跟填坑 從幾年前認識他 就是不斷的去衝撞 現在說他公司協力很多經驗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 不斷的去嘗試摸索出來 然後從空氣 所以我們一開始也看到說 開始有一些工部門 想要嘗試改變 或裝更多感測器這件事情 好 那上面有一個問題 可以請哈巴稍微 那個 有規劃其他的公民感測裝置 其實應該是說 水盒子本身就有很多的東西 我們現在其實在忙水盒子 那比方說中醫院 他有做一些空氣盒子 但是他是比方說 偵測噪音的啦 那以前也有做一些比較深緊的啦 那其實老實講有沒有規劃 因為以到社群這個樣子 其實也沒有什麼規劃 你有東西你就拿出來 然後你到社群裡面來論述這件事情 那因為現在環境感測這種 微信感測這個觀念已經升值人心了 它不是一個很困難的題目 你只要能夠講得出對的東西 然後 能夠讓 而且 NAS社群 NAS社群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 很多公部門的人其實都隱藏在裡面 好不好 那 所以其實呢 你來NAS論述東西是很有效率的 好不好 你也不用管你 就是 最高端的齁 在社群或者社會運動 最高端的做法是什麼 反正他們就會做就好了 你 你論述嘛 你也不用去吵架 你就好好論述 把東西講清楚 怎麼做的東西都把它講清楚 他們 慢慢 覺得這個東西是有用的 大家自發的去解決問題 這其實是一個蠻高端的做法 反正 你 你不要強迫人家 當然你不喜歡被人家強迫 一樣人家不喜歡 不喜歡被你強迫 那 你把道理講給他聽 方法講給他聽 讓他覺得 這個好像很對 而且他也會做了 那他自發性的去做 這種東西就是 消靡於無形嘛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像比方說 又扯遠了 就是 比方說我們在推 公司協力好了 我們也沒講什麼 我們就是每次把會議紀錄發出來 每次叫大家來開會 然後都沒有人來鳥我 對不對 那我們就這樣一步一步 一次一次做 讓人家證明說 這件事是有用的 那最重要是把過程 這過程呢 讓他一直是開放的 他其實開放 實際上就是你一直在跟公部門宣傳說 這好喔 這好喔 你要做喔 你要做喔 這好喔 就是這樣 那講到他覺得好像也對 那你不就搞定了 那第二題是什麼 第二個是 開源是無法獲利 跟商業互斥 在本質上他是互斥的 就我剛才講的 商業是壟斷 開源是 不要壟斷 這本質他就是互斥的 所以非常多的人會希望說 我們 我們能不能 又做開源又賺錢 其實我要跟你講的是 你要賺錢你就不要來開源 有太多方法比開源好賺 你幹嘛要硬找一個這麼麻煩的東西 然後來搞呢 你要賺錢你就好好去賺錢 你要 你要改變什麼東西 你要 那個你就來做開放 所以實際上呢 他的情況是這樣 就是說 簡單說開放他其實比較 你把它當作是一種學習 或者POMO的過程 在開放式的學習裡面 你會學的非常快 所以呢 當你很弱的時候 你就用開放式的方法去學習 你學的很快 然後把東西分享出去 然後別人就 就念你說 你這東西很爛啊 你要這樣這樣做 你就很快了嘛 對不對 你就不會 學了半年以為自己很了不起 然後一講出來 人家就跟你笑 對不對 我第一天就被笑了 不是很快 我第二天就改善了 所以你做 就意思說 你 開放他其實是 讓你學的很快 等到你學到很強的時候 你就要Q了啦 就是說你要稍微不要那麼開放 你可以晚一點開放 延遲開放 你可以 稍微給人家一點門檻 然後讓 讓這件事情 讓你去獲利 就是說你真心搞開放的人 他就是無法賺錢 這基本上 他的型態就是這樣 你不要說你很厲害 我 我不覺得你很厲害 對 就 基本上是這樣 水盒子在最大的改變是 他其實就是一種公民的論述啦 其實水盒子我也沒做什麼 空氣盒子我也沒做什麼 我其實只做一兩台空氣盒子而已 我沒有 我沒有做什麼 都大家做的 那 重點就是你在這種開放的環境裡面 你把所有東西都去論述出來 你去試驗出來 你不要說 太多人 我們在跟公務員協力或怎樣 就是說 你要想想看 你講了一個方法 你覺得不應該這麼做 應該怎麼做 你何德何能 為什麼人家要聽你的 你真的很厲害嗎 你在這個議題裡面 我跟水利署協力好了 我去水利署如果我一開始 我就大放絕食說 這個該做這個不該做 為什麼你敢講說該做什麼 你水利專業很多嗎 沒有嘛 你就是人要虛心嘛 我就是不懂嘛 那我來我就是學嘛 學到我覺得我懂 我就敢講出我的見解 你不懂就不要亂講話 那 那你要想 其實你到後來才發現 水利署裡面每一個人 對水利都是幾十年功利的耶 他們每一個東西都處理過 你想過的所有問題 他們都處理過 為什麼他們現在處理成這樣 所以你要真正找到他們的問題點 提供出對的做法 那個才是一個貢獻 你只在旁邊說他們做的不好 其實 其實那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你今天 我們做社會議題很常這樣 我今天看到一個就是 哇這個問題太重要了 這個東西應該要怎麼推動 好的 拜託你今天才知道耶 那個議題人家十幾年前就知道 然後處理了十幾年 然後你今天知道 然後說人家做的不好 我也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對 這個再講下去是不是又拖到 對 最後一個問題 社群主要做決策 但是強制不投票 以哈巴堅 屬於民眾的決策 呃 其實這個很難 好 簡單講就是這樣 所有的資訊我都提供給你 比方說我不要講那麼複雜 我們就講開會好了 好 開會你跟他講說 我們什麼時候來開會 有鬼會跟你講說 我們什麼時候來開會 不會嗎 你就直接 給三個 給兩個 就這兩個 我就是要看這個時間開會 你不行就講 不行就這樣 決策其實也是這樣 就是說 你要做任何議題都這樣 你要做study 你要給人家幾個選擇 你不要就是給人家幾個選擇 你要A還是B還是C 好然後呢 你都不決定的時候 我就說那我就決定A 就這樣 沒有辦法的 人家都不理你 你要怎樣 每天求他 到底你是什麼 什麼什麼 然後更重要的是說 在社群或者在Maker 所有行動裡面 它很重要的一件事 它是效率 就是你必須很快 你不能 為了開個會 做個決策 就來個半個月 一個月 你要做到什麼時候 你必須練當機立斷 這個就是 大概就是這樣 你做好功課 大概就這樣 給人家一個選擇 然後你就做決策 然後如果你做決策 做錯了 你不挨的 該幹我什麼事 挨壓嗎 那個 關於時間關係 那個 就這樣子啦 剩下的問題 可能請Habba到那個 上面回答 對 其實他很好找 他爸非常好找 那所有問題都可以在上面去諮詢他 好